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做专业的运动员 如果不踢球的话可能会去做足球裁判 或者是足球教练之类的工作 因为我特别喜欢踢足球 不一定不好 其实我觉得男的model 其实年龄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东西 反而有的时候年纪大一点 可能会比较的成熟 比较慢一点 就是在backstage 特别的擀衣服 就是没有换出来 就是衣服要到我去出了 然后走台步的时候 我还没有换好衣服 然后就特别的狼狈 但那条衣服必须要上特别的狼狈 然后就出去 然后后来回来以后 我才发现那个裤子的拉链没有拉好 就是08年在上海的一个 爱马仕叫 Hermes 对在中国第一次做男装的发布 对然后那次我印象挺深刻的 在中国就选了两个模特 然后好多模特都是从巴黎米兰飞过来 然后一切都特别的专业 然后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没有像别的工作那么复杂 就特别的简单 然后但是效果都特别好 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惊讶 但是我感觉很高 因为他的身体 非常柔和尤其是 很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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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 他这样也拍了很好的 我感觉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非常有很好的 你是很健康的 不是太肥猛的 而且不是太肥猛的 他发现 我感觉患者是更重要的 你可以 非常非常好 老子 如果男人的 Yoshaw Yoshaw Sorry